港特定區招標由楊德集團得標 今年四月開工動土 侯友宜到場祝賀 同框楊德董事長許玉瑞 但時代力量踢爆侯友宜 良渡選市長楊德旗下的新竹物流員工 集體捐贈政治現金 總計一千一百萬元 民進黨在爆料 台北港這五千坪土地租金 也不符行情 為什麼建租市民的土地 以後萬一你選上了總統 你是不是要跟更多的財團互利 台北港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新竹物流得標 五千七百五十二坪室友地 用來做倉儲 每坪只要兩百九十八元 月租金約一百七十一萬元 談的是三十年地上權 後二十年可以再預約 也遭質疑是否想規避地上權權利金 對比一旁的台北港娛樂專用區 二零一七年 市府曾開出條件地上權七十年 開發權利金七十一億元 年租金四千萬想打造台版迪士尼 相鄰的土地租給財團 讓物流業進駐 卻便宜許多 新北公務員也爆料 這次招標 採用評選委員評分表 其中投標廠商要出的租金標價 也只佔評比的三十分 內部所流出的這一份表 採綜合評選 租金只佔三十分 那麼共有四家廠商投標 但是我們質疑的是侯友宜 市府為什麼不採用價格標 一切按照法律的規定來辦理 五千坪市有地被質疑建租 何友宜回應都按規定 但收了政治獻金 難免被認為和財團 皆沒保持距離